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观着风儿侧 沉着浪花面 南地的海上 摇一只小巨船 装满童年的梦 只想要永远一旦 笑吹着船 它不知那海 有多不舜 它不知那海 有多么幽 它不知那海上 有风芒 它不知那海 有多么幽 它不知那海 摇一只小巨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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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大 我先走了啊 你这有客人 怎么走了呢 你慌什么呀 这两位都是生意场上的朋友 再说 我在家里今晚举行派酒 你们两个还不帮助凑凑正呢 过两天再说吧 我求你的事 您可别给忘了 我那辆破车 要是有谁愿意买的话 陪着我再买 行 放心吧 我帮你打听打听 有消息的话 给你们打传呼 不过你们可别沉指望我 如果先找到买主的话 处理就算了 没看我连坐都坐不住 这不赶紧找买主吗 赶紧什么样的做 好嘞 再见 那慢走啊 随便常来啊 行 知道了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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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答应我了吗 不 你还看呢 瞧你那没出息的样子 嫂子 这准是粟子长的 要不 陪两个老板先来给你 你呀 汽车不卖了 还有心思玩派对 吃多玩乐 人生大心事吗 你呀 吃早就死在女人手里 不信你看手 走走走 咱们今天就在家随便吃点啊 来了 我估计是何音来了 何音 何音 冯志姐 真好难找啊 你看 今天不见 越长越漂亮了 快进来 来 我给你们介绍介绍 这位是何音小姐 我们两个 以前在一家外国公寓里 是同事 何音 这是何先生 这是赵先生 他们两个 可是做生意的高手 那得过去 过去 来 入座吧 尝尝我的家常便饭 来 坐呀 别客气 随便 凤子手艺不错呀 你看 常常没有吃到这样的 香香味 来 过一下 来 尝一尝 这是麻婆豆腐吧 麻婆豆腐 来 来 我跟你说 还是这俄式大菜过瘾 你说这徐大志 非得逼着我吃什么刀削面 我是谁啊 我能受那份委屈吗 想当初啊 咱走穴的时候 一天三段都离不开刀削面 现在 我一踢你到上面 我就是要吐我 围巾 围巾 围巾已经飞细笔了 那个时候啊 你跟着我们模特队 跟车卸道具 我还以为你是哪儿的民工呢 有 你叫多选 他人一穷了 差点从城市赶个农村去 你喝酒 来 老蕾 你好 有个事啊 我一直都想问你 可是要把你生气 问吧 没事 要不说 你当初 早跟赵长帽混在一块儿去 我从苏州来这儿做模特儿 第一天坐的出租车 就是他开的 然后我天天有演出 他就天天管接送 以后就纯熟 免费接送 当时我觉得他人挺不错的 就跟他在一起了 也算是在本地有个靠山吧 但是后来 我们同居以后 他每天就 变着乏地问我要钱 去嫖 去读 但是 他妈妈对我不错 所以我都忍了 后来 连我也没钱了 我还是觉得 他们俩挺可怜的 我就帮他去借 我还问你那儿 借我几万块钱呢 我看你那几万块钱 想要回来 是没戏的 我的钱 你根本就不用挂在心上 我不要 那怎么成 当初是我问你借的 无论如何 我得还 你还挺有个性 不过啊 赵长帽是什么为人 你应该清楚了 他能还你钱 我看够呛 钱 我要的 债 你也得让他还 你说说 我好好的一个女孩 让他逼上这条绝路 这债 能不让他还吗 还有 我出来以后 他找人把我打了 还说 要把我卖到东北去 这口气 我体验不下去 真有事 这简直没王法呢 那不行 得得跟他说的说的 你说吧你想怎么办 跟我帮你 反正我都已经想好了 要让我见着他 我就想把他杀了 顶多是个死罪 我还为名除害了呢 顾奶奶 你这种想法可千万要不得 万一你有个三长两短 哥们想管你也管不了了 你可以不管 我谁也不求 你看你看 刚才还说联手合作呢 我们现在说翻就翻的你 我现在要什么没什么 还落了一个卖的名声 你知道 这是怎么回事呢 那个时候他骗我说 他妈妈快病死了 他自己装 每天装要自杀 天天跟我下跪哭着 让我跟他找钱 那个时候走去已经不行了 我上哪儿找钱去的 他就说为了这事 要跟我分手 给我找了一老伴 我怎么知道 暗地灵干的是拉皮条的事 算了算了算了 过去的事也别提了 提拖老心里听着便宜 老娘 我这话可得嘲讽你 我最近啊 发现了赵长帽一个重大秘密 只要我拿着线索 拿着证 我一准能给他小子送到大狱里去 你老说能把他送进监狱 到底什么秘密啊 赵长帽可能贩毒 贩毒 赵长帽贩毒 赵长帽贩毒 他有着胆吗 这事 有空我跟你细说 反正啊 你不能因为自己报仇的事 把大事给耽误了 这事徐大致知道吗 刚才我们俩一块吃饭 谈的就是这件事 既然事情那么重大 那我就听你的 我对这件事这么上心为了谁 你应该清楚吧 我知道 你是为了我 那天我出狱 你一来接我 我就知道了 我以为你一来 这事 你应该知道 你不想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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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不想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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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可心情也好啊 哥们儿心里的 他是不会的 伟金 我想问你个事儿 老师回答我好吗 说 说 说 像我 像我这样的过去 你介意吗 你自己不介意就行了 你总是对我那么好 我都不知道 将来我怎么报答你 晕了 我可晕了 我跟你说 你可被把我关坏了吧 我没跟你开玩笑 我说的是真心话 我说的也是真心话 我真的不能再真了 人家说正经的 我不正经吗 我要说的 太明镜了是真心话 来 喝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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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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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么回事 我还以为是 他 你从国外回来 你的英语一定很棒吧 对 英语不错吧 英语不错 英语不错 谢谢 是吧 我跟你说 我在外国公立故事的时候 就连英国人 他都说他的英语绘画水平 是一流的 是吗 我信 那他跟你说两句 那说两句 说说 说两句 说吧 说给他 说两句 叫你这些英语 what's your name nice to meet you how beautiful you are 还真透了羊味呢 成 这个外企公司 我给你搞定了 搞定了 不过这个丑话说在前头 你去了以后 做什么 我可就管不着了 那没关系的 只要你们说好 他去了之后 端茶倒水 扫地洗碗 那是他的事 你先帮我吧 嗯嗯 又来了不是 是谁在给何英歇尔工作的 是人家赵先生 好像是在给你介绍工作似的 舔乱 他比我的亲妹妹还亲 我不管他 谁管啊 是吗 何英 没想到 今天有这么多好事 就是 何英 你今天可真有福气 是啊 来吧 咱们跳舞 跳个通宵 得了 人家何英头疼 算了 他呀 腰还疼呢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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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看呐 都几点了 小倩 这本原版的英语小说 写得真棒 你在哪儿借的 给我喝一口 这书是一个作家的 他以前自学英语 后来插队时 乍山修渠 把眼睛给炸瞎了 他现在是看不了了 所以我就借了回来 随便翻翻 看来你的外语水平 提高了不少了 哪儿呀 我纯属瞎看 我可比不了你 有机会 能不能介绍我认识一下 这位盲人作家 我不是告诉你 今晚上早点睡 养足精神 明天跟我去见一个人吗 这个人就是他 就是他呀 那你早不跟我说 还留着悬念干什么 我当然不敢跟你直说 人家是盲人 我怕你思想上 接受不了人家 再说 又是去找工作 又不是访亲问友 他们家就从来没请过保姆吗 人家有保姆 叫你去 是去给他当陪读 以前他也叫过我 可我那点口语水平 又不是不知道 所以我就向他推荐了你 人家满口答应 说明儿一早就见你 是吗 小千 谢谢你 我真不知道说什么 好了好了 我可事先跟你说清楚 到时候你可别怪我 如果双方都满意的话 月工资是五百块 五百块 怎么样 你能接受吗 是两百块 我也愿意去啊 这可真是的 人到了穷困潦倒的时候 吃个窝头都当过年 现在不管你怎么取笑我 我都不在乎 你看我住在你这 吃在你这 我 我还 又来了 我 我不听你念经了 睡觉吧 你先睡吧 我再看活 演唱 哎 全民 你那几个小姐妹 现在怎么没消息了 是不是一离开你 就各自布置找窝去了 别看那几个丫头挺可怜的 哪个都不是怂包 要说人家适应生活的能力 不比你我差 这话我信 我弟弟以前在家里啊 好吃懒做 脾气还挺大的 动不动啊就摔盘子摔碗的 自从跟人打了架 被劳见了两年以后 现在可能了 家里的活他全干 就连女朋友家的活他也都包干了 你猜怎么着 人家现在开了一家时装店 每月能挣这个书 对了 前两天我看了一份报纸 有个记者说 现在犯人的改造成功率开始下降了 要我说 他这是一种偏见 这篇报纸 是不是那个叫杨梅的写的 对 是叫杨梅 你还不知道他呀 不知道 他就是杨练的姐姐 他姐姐 是啊 我说 CEO on a 他经常在报纸上写写写写这内的文章 depressed 这好记者 我是死活不待 Frankfurt 前两天 他又上咱们这儿 zaj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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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 我是和音吗 是和音 你这个讨厌鬼 让我猜什么问题 快说你在哪呢 是啊 我找到工作了 在一家外企公司 工作呢 还可以吧 是为大姐给介绍的 主要就是 接待接待公司的客户 买买机票 订定客房什么的 和音 你现在身体怎么样了 我笑吹个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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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无知那海上有风吗 她无知呢海上有泪淀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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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的多爱是 好地方 笑吹个床 哦 笑吹个床 蓝蓝的大海上 有一只小只船 挽着风而走 沾着浪花面 满满的大海上 有一只小只船 装满童年的梦 是想要用的那小只船 他不怕那海 有多么深 他不怕那岸 有多么勇 他不怕那海上 有多么勇 他不怕那海上 有泪满的大海上 河满的大海上 正在海上 翻 ок 这湾رض负 会 super gare 小只船 小只船 我 我挺好的 你姐夫跟毛毛还那样 杨练跟阿温已经找着工作了 对 他们一直都在打听你的 我也挺想他们的 对了哪天有时间咱们聚一聚吧 诶 陈姐 夏月现在怎么样了 夏月早晨还来过电话 她说要去一个作家的住所 去给人当什么 英语陪读 那也挺好的 跟作家在一起 当当陪读什么的 没准她以后也能当了作家呢 陈姐 我今天给您打电话 主要是我现在有朝落了 一是给您报个喜讯 二呢 谢谢您以前对我的关心爱护 陈姐 我不跟你多说了 我的外国老板来了 回头再联系啊 挂了 我去韩子 成长一是自己的 那你不听《主要听到吗》 先回答我 你的英语讲得的确不错 可我也是华语呀 以后我又有什么话 可以用自己的语言 好吗 好的 听说 何小姐也是四川乐山人 对 对啊 董事长也是四川人吗 我倒不是 不过呢 我生意上有个老伙伴是四川人 等他什么时候来了 我会派你去专门接待他 告诉你啊 他可是东南亚一带不小的船王啊 我一定会为公司 好好地接待这位船王先生的 好 以后有什么问题呢 可以直接来找我 我 我直接找您 只有你才有这种特殊的权利 谢谢董事长 我想我以后有什么事 我还是找部门经理吧 这当然可以 不过 我可是想多听听家乡华哦 原来董事长 你也是四川人说 不过 你可要替我保密啊 不然的话 这四川的姑娘都来找我 我可是接待不起啊 哈哈哈哈哈哈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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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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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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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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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